渡江鸡 送LIFORNATURE 有激黄袋 晚间最新的画面 看到台北市的新一计划区 不止成为百货的一级战区 现在也是饭店业者兵家必尖之际 看到这是经过一个周月的市营运 在今天正式开幕 这是韩社创办人蔡晨阳 画足饭店借着在新一计划区设定的第一步 最新的派对现场连线给记者 梓杰告诉大家 梓杰 主播对观众的今天是韩社创办人蔡晨阳 今天是她的第二家的饭店正式来开幕 那么可以看到他们家族里总共有同时的出席 今天新饭店的开幕派对 至于说这个饭店有什么新气象呢 赶快听一段稍稍找蔡晨阳夫妇怎么说 其实这个酒店是以当代艺术为主的 那我们网络的国内外很多当代艺术的一些作品 那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我们的酒店量身定做的一些艺术作品 没有这边都是当代全新的没有老的东西 这里面最老的是我 刚才知道蔡晨阳她从台北市的四区饭店跨足到东区来这边 而且是首选在这个新一级的一级饭店热区 但是蔡晨阳她是正能看好整个饭店市场 她也预估说今天所开幕的这个A社她估计在明年的时候 渴望开始打平赚钱 以上是来自现场最新把时间交还给朋友主播 好的看到这次现场的最新画面 蔡晨阳跨足新计划区的全新的饭店 今天开幕看到今天元宝总市长 许盛雄也来到了现场 很多的贵宾云集参加了今天饭店的开幕party 大家看到安逸宣她在大陆拍戏也成立了所谓